你能想象超宽屏掌机也能做到全屏不拉伸的URPS2游戏吗? 而且不仅仅是PS2游戏,连NGC游戏也可以做到这种效果。 而能实现这种效果主要取决于一种像做宽屏金手指的支持。 它可以实现在各种超宽屏比例下,URPS2、NGC、Way都可以做到全屏不拉伸。 而XP Plus呢,也因此受益拥有了更好的UR体验。 至于宽屏金手指的代码和使用,我会在视频后半段简单讲解一下。 接下来呢,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收到宽屏金手指加持的掌机,GPTXP Plus。 没错,这就是GPTXP的升级版。 外观方面呢,完全沿用了XP的模具, 但芯片由G95升级到了与骁龙865性能相当的天机1200。 另外还升级了全功能Type-C,支持视频输出。 WiFi呢,也升级为WiFi6。 摇杆升级为霍尔摇杆,这就是全部的升级内容。 接下来我们直播主题,看看游戏效果的提升,到底明显呢? 首先看一下PS2游戏。 战神1和战神2在E倍分辨率下是全速运行的, 效果非常流畅。 配合着宽屏金手指,游戏体验也是很不错。 两位分辨率呢,基本也可以做到全速运行。 然后是NGC游戏。 塞尔达的风格之杖和黄昏空主都是很不错的游戏,但苦于NGC游戏的游戏比例是4比3,所以无法通关游玩。 现在有了宽屏金手指的价值就可以在宽屏上好好体验了,基本也可以做到两倍分辨率流畅运行。 再来看一下Wi。 我比较喜欢的龙珠天下第一大魔险可以在2-3倍的分辨率下流畅游戏,但由于没有找到对应的宽屏金手指,所以两侧呢出现了大黑标。 好在Wi和NGC用的是同一个模拟器,一旦找到金手指,直接pinch上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。 然后是PSP游戏,暂时呢两部外转在3-4倍的分辨率下可以全速游玩,4倍以上的分辨率在上一个小屏幕上画质已经非常出色了,但这里同样没有找到PSP宽屏金手指的代码,理论上应该也可以做到不拉伸全屏的。 由于弹弹模拟器从3.0开始可以通过购买VIP来脱离小屏手柄使用,我也特意尝试了一下弹弹模拟器,结果呢目前只能启动运行未来这一款22T小游戏。 毕竟目前还没有对天机芯片进行优化,但未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。 然后我们再来看几款安卓原生的游戏,首先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原神, 这款游戏在安卓端原生并不支持手柄,但可以通过XP Plus自带的映射软件来进行屏幕映射,效果也是很不错,而且可以体验到中高画质。 另外我们在使用某些特定角色时还可以画上FPS手柄,感觉也是一种很好玩的体验。 说到FPS手柄,我个人认为这是XP Plus模块化手柄的精髓所在。 在游玩FPS游戏时,拇指可以通过触摸来精准控制视野和射击角度。 扳机键开枪也是比较舒服,而且天机1200的性能相比XP而言也更加胜任这些FPS游戏了。 然后我还尝试了虫生细胞,体验也很不错。 另外还试了两款群友最近分享的物质铁拳虫制版和金英雄群下战3D虫制版。 这两款游戏应该是很多小伙伴的回忆了吧。 虫制版原生芝士手柄,效果也很不错。 想玩这两款游戏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来我的网盘下载。 还有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些手游,除了在掌机模式上游玩,接个扩展物还可以在显示器等大屏上游玩。 这也是升级了全功能Type-C所带来的好处,让XP可以同时拥有掌机模式和TV模式。 最后再来看一下串流。 XP的G95芯片尽码在15毫秒以上,加上网络延迟在20毫秒以上,延迟感是非常明显的。 而天津1200在使用模改版的摩文Light减码延迟基本可以控制在6毫秒左右,加上网络延迟也就10毫秒。 这个延迟基本上就不会有延迟感了。 在配合上最近发现了一款非常好用的新以分辨率的工具,在XP Plus这种超宽屏设备上也可以完美体验串流了。 接下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宽屏经收纸的使用方式。 首先是PS2,以战胜1为例,我们首先正常打开游戏,点击返回键找到亲手指,然后点击编辑亲手指,将亲手指的代码复制过来,然后点击保存,再启用亲手指就可以了。 然后是NGC,设置速度基本类似,长按游戏打开视线界面,在亲手指编辑器里找到这个位置,填写好亲手指的代码就可以了。 同样是打开模拟器的亲手指功能才可以使用。 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,模拟器都要设置为全屏拉伸并且关掉模拟器自带的宽屏布丁。 另外再补充一点,宽屏经手指也是不完美的,虽然设置后全屏3D元素是不拉伸的,但2D元素还是会拉伸。 好的,我们总结一下,总结来说,这台机器还是很不错的,天机1200的性能已经比较够用了。 在宽屏经手指的价值下,玩玩PSR,NGC,V,PSP这些高级的模拟器还是很不错的,还可以直接连电视或者显示器深视投影。 作为串流中单也是完全够用的,至于在XP时代就让人吐槽了挖孔摄像头,看来只能等到下一代安卓掌机来解决了。 好的,今天就到这里吧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视频见。